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整体伺服器市场产值估约达3060亿美元。 其中,AI伺服器成长动能又于一般型伺服器,产值约为2050亿美元。 随着2025年,AI伺服器需求仍将持续增长,且单位平均售价ASP贡献较高,产值有机会提升至近2980亿美元, 占整体整个伺服器市场产值比例进一步提升至70%以上。 报告称,全球CSP云服物体供商,伺服器OEM客户对搭载挥达Hopper系列GPU的伺服器拉获动能增强, 进而带动2024年,AI伺服器总出货量年增46%。 预计2025年,AI伺服器全年出货量将同比增长近28%,占整体伺服器出货量比例将进一步增长至超过15%。 与此同时,美股三大指数,2025年开年后涨跌不一, 但近日科技股的强劲反弹为整体市场带来了积极的上涨氛围。 一方面,富士康公布的季度营收数据超预期,并刷新了历史新高,为晶片股市场带来了积极讯号。 另一方面,消费电子展CES上释放的一系列积极讯号也进一步提振了市场情绪, 推动了晶片股的整体上涨。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重利好消息的推动下,晶片股成为了的最大赢家之一。 具体来看,晶片股方面,美光科技大涨10.45%,超微电脑上涨9.36%, ASML ADR上涨7.58%, 易法半导体ADR上涨7.33%, AMD涨幅也超过了3.3%。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ARB Robotics的股价涨幅尤为显著,达到了50%以上。 受益于该公司宣布与辉达展开合作, 并准备在消费电子展CES上展示其革命性的超高清晰度雷达技术。 这一消息,无疑为该公司的股价注入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此外,在近期的美股中,大型科技股普遍上涨。 Meta上涨4.2%, Google上涨2.65%, 亚马逊上涨1.53%, 微软上涨1.06%, 苹果上涨0.67%, 特斯拉也微涨了0.15%。 这其中,辉达股价表现尤为亮眼,上涨3.4%, 尽管盘中一度涨幅超过5%后有所回落, 但仍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 成交额达到了398.68亿美元。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拉斯维加斯CES2025消费电子展正式开幕。 回答, NVIDIA率先举办主题演讲, 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 就像他的新皮衣一样, 引关注。 为了这场盛大的演讲, 黄仁勋身着一件新皮衣亮相, 他手持RTX50系列显示卡, 在舞台灯光下格外闪耀。 现场人山人海, 保守估计500人。 在CES2025展会上, 回答NVIDIA正式宣布, 推出新一代RTX Blackwell系列显示卡。 据现场画面演示, 全新的GeForce RTX50系列采用了Blackwell架构。 最新的RTX Blackwell拥有921个电晶体,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 电晶体数量激增了三倍之多, 并支援照次级别的浮点运算能力, 致力于为用户呈现出尽可能完美的画素效果。 对此, 黄仁勋在现场进一步阐释道, 他们现在有能力将人工智慧工作负载 与计算机绘图工作负载混合。 这一代产品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 可编成着色器, 现在也能够处理神经网络, 这一位着色器能够携带这些神经网络, 从而催生发明了神经纹理、 压缩和神经材质着色。 证实这些创新, 使得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令人惊叹的美丽影响。 由于新一代RTX Blackwell系列显示卡, RTX50系列AI算力可达4000TOPS, 拥有4个AI处理单元, 效能号称是上一代Ada Loveless架构的三倍, 支援DLSS4。 黄仁勋表示, 与Ada Loveless构架的RTX40系列相较, RTX50系列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升级。 这次史上最强大的旗舰RTX5090, 不仅基于Blackwell构架的GB202GPU打造, 拥有21,760个CUDA核心, 这是首款超过2万个核心的GeForce GPU, 也是唯一采用512bit32G GDDR7显示记忆体型号的显示卡, 功率高达575W, 比RTX4090高125W。 此外,RTX50系列还支援PCIe 5.0和DP2.1A接口, 并采用了16PIN连接器。 次旗舰RTX5080则拥有10752个CUDA核心, 搭载256bit的16G GDDR7显示记忆体速率比5090更快, 达到了30Gbps,TDP功耗360W。 具体售价方面, 在公布价格之前, 黄仁勋还特别提到了RTX4090的价格。 当时,它的首发价是1599美元。 而,RTX5090售价1999美元, RTX5080售价999美元, RTX5070TI售价749美元, RTX5070售价549美元。 其中,RTX5080于1月下旬率先上市。 行动版方面, 笔电整机价格为, RTX5070笔电定价1299美元, RTX5070TI笔电定价1599美元, RTX5080笔电定价2199美元, 预计今年3月份开始发货。 无论如何, 挥达这次可以说还是涨价了, 以这次的RTX5090售价1999美元的价格来看。 各位看官觉得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最后, Trendforce集邦咨询, 也对于照常主要AI晶片供应商表现, 做出分析, 预期2025年新的Blackwell平台将成为挥达高阶AIGPU出货的主流, 而GB200系列因设计验证较为复杂, 供应链上需时间整备, 加上第一季因季节性因素工作天数较少, 预估至第二季后, 出货量将明显提升。 此外, 估计挥达于2025年第三季将推出B300及GB300等方案, 有望既不推升搭载Blackwell的HDX及GB系列等出货动能。 除挥达外, 大型CSP更积极投入自研ASIC情形亦值得关注。 2024年仍以Google为主要出货方, 但亚马逊AWS的AI晶片出货成长力度更强, 年增长率将突破200%, 预计2025年AWS出货量将成长70%以上, 并更聚焦往TRAINING晶片发展, 投入AWS公有云基础设施及电商平台等AI应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